巴西、澳洲、阿根廷發生森林大火 智力缺水,韓國又大淹水 2020地球究竟經歷了什麼? 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趕快繼續看下去 大家好,歡迎收看Green Voice,我是Lena 又到了年底了,大家都辛苦了 今年疫情非常的嚴重 但是同時呢,我們也看到全球都發生了極端氣候事件 像是森林大火、乾旱、缺水還有淹水等等的事件 今天我們將用3分鐘的時間帶你回顧全球環境焦點 也告訴大家,綠色的瓶在全球辦公室 都透過什麼NVDA來對抗全球的氣候危機 綠色的瓶是一個以行動起家的環境保護組織 那非暴力直接行動就成為我們去提升大眾 對於環境議題關注的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那非暴力直接行動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 像是甘地他過去曾經領導過非常出名的 這個公民不服從運動 就是一個NVDA很經典的例子 針對近期呢,全球的極端氣候事件 綠色的瓶也展開了一系列的NVDA 大家比較熟悉綠色的瓶所做的NVDA 包含了佔領專遊平台 攀爬企業高牆去懸掛我們的布條 這些各式各樣的NVDA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透過直接的行動 來提出我們的訴求 並且提升大眾對於環境的關注 鏡頭先帶大家來到南美洲 巴西的森林大火從今年6月就開始延燒至今 已經有大規模的熱帶雨林遭到啃食 也威脅到了全球最大的熱帶濕地潘塔納爾 上嵌的動物物種因此喪命 而大火產生的濃煙呢 又對疫情嚴重的巴西造成了更多健康威脅 這樣子的慘劇擺在眼前 而上任以來一直反對環保政策的巴西總統波索納洛竟然說 亞馬遜森林大火是個謊言 事實上亞馬遜大火不是謊言 更不是天災 而是非法的土地掠奪者 為了擴展大型農業而去縱火毀林所導致的結果 預測評的行動者跟你我一樣 對於這樣子嚴重的災害都感到十分的心痛 行動者在被大火燒的焦黃的枯地上 放上了波索納洛的雕像 來抗議他的反環保政策 正在摧毀巴西的生態 鏡頭持續關注南美 阿根廷近來森林火災頻傳 部分主因是因為當地非法的農牧業者的破壞 加上乾燥的氣候 截至今年10月底 已經有22個省份出現大火 敲毀面積將近90萬公頃 差不多是台灣四分之一的大小 真的是非常的嚴重 10月21日 綠色而平的行動者來到 阿根廷的農村協會總部 懸掛巨型布條 抗議畜牧夜市這場森林大火的幕後黑手 那他們強烈要求政府要強化法規 來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想要及時了解更多全球環境焦點 趕快按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人看到 同樣在南美洲的智利 今年遇上了嚴重的缺水危機 當地的畜牧業、礦業 已經造成了水資源嚴重的匱乏 11月22日 綠色而平行動者 在聖地雅各 現代藝術博物館前 展示印度教繩子的巨型畫像 表達環水漁民的訴求 譴責跨國採礦集團 英美資源集團 行動不到一個月後 獲得了10萬的連署響應 顯示民眾對於缺水議題的高度關注 前面講到了南美洲嚴重的森林大火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今年初的時候 我們有談到 也是非常嚴重的澳洲大火 這場澳洲大火 從去年9月一路延燒到今年初 這場大火已經造成 難以想像的人命傷亡 生態災害還有經濟損失 澳洲政府也在最近 開始針對大火去進行檢討 還有研究未來的相關對策 綠色而平行動者 為了要喚醒大眾對於這場大火的反思 將倖存者的影像 投影到一座燃煤電廠的建築物上 並且去傳達 燃煤會導致大火這樣子的訊息 希望未來災害不要再重演 最後我們把鏡頭帶回亞洲 韓國今年受到了強降雨的侵襲 造成了嚴重的淹水 還有土石流等災情 民眾可以說是苦不堪言 韓國的氣象廳呢 直接說這場大雨是氣候變遷下的 極端氣候事件 那也讓政府還有民眾 更加重視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 也開始採取了相關的行動 綠色而平的行動者 在漢江公園 將33位氣候青年領袖的演說 做成投影 場面相當的震撼 我到現在都還記憶有心 而好消息是 韓國在10月底的時候 宣布了要朝碳中和的目標來努力 正面的回應了民眾 對於氣候變遷的訴求 今年從9月起 中國、韓國、日本 都相繼宣布了 要朝碳中和這個目標來努力 你還不知道什麼是碳中和嗎 你可以點這支影片去了解一下 那在台灣這邊呢 其實我們的進度算是相對的緩慢 那隨著中國、韓國、日本 都宣示了碳中和之後呢 那接下來呢 也會有更多的企業品牌 跟進碳中和的腳步 甚至包含歐盟在內的組織呢 都規劃未來會收取碳關稅 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呢 台灣有許多的出口產業 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是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呢 我們綠色和平 會繼續倡議台灣政府 在接下來的溫管法修法階段 要來提高它的減碳目標 避免我們的產業受到衝擊 今天帶大家關注了 許多全球正在發生的 極端氣候新聞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則呢 A. 巴西森林大火才不是天災 B. 智利的缺水危機 C. 畜牧夜市阿根廷大火 背後的幕後黑手 D. 韓國的強降雨造成嚴重的水患 大家認為在今年疫情嚴重的情況底下 還有什麼嚴重的災難會發生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你的看法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人看到 讓大家知道集團氣候在全球各地的情況 那Green Voice環保知識家 為您解答環境保護 還有氣候變遷各式各樣的問題 還有新聞及時分享 那我們下週六見囉 掰掰 你不是說三分鐘嗎 今年的災害真的是太多了 三分鐘根本報不完